五星红旗的由来 1949年7月4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第六小组决定发出 征集国旗、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启示 无论是开国元勋还是普通职员 无论是学童还是老人 都开始相应号召设计国旗 在短短的30天里 海内外3000多幅国旗设计图案寄到筹备会 在两次的精细筛选后 由曾连松设计的副字32号 红底五星旗经过修改后当选 五星红旗的含义 旗面是红色象征革命 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相互关系 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 新用黄色是位在红底上显出光明 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 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间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 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